今天的火线话题就是民进党在今天下午召开了第十九届第二次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 也就是全代会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以稳健执政台湾有力作为今年的主轴 并且定调了2022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提名依据 也同时为中二选区补选和四大公投进行造势 TVBS民进党全代会特别报道 我们将时间交给长期主保政治记者李作恒来告诉我们 好 带你来关心到民进党的全代会对接下来的政治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因为今年的民进党全代会它的重头戏就是要讨论未来大选征召条例 不过先前有中常委陈茂松是因为不满征召的制度认为有失民主 不过这回总统是亲自出马和他谈完后 陈茂松态度也有所软化而面对年底的公投 当主题蔡英文说民进党不会害怕对正面迎战 全代会上高喊正面迎战年底公投 这场战役身兼主席的蔡总统 当然有殊不得的压力 因为在民党订票 这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股票 四个不同意公投小物发好发满 全代会开得像肇事大会 院长苏珍昌也亲自出马 拿出招牌求干简报 告诉党员担任格魁替政府做了多少事 国民党是这样乱 他希望民进党做不出成绩 希望阻碍我们的施政 左批前朝右赞总统 苏珍昌讲的卖力 毕竟这次的公投也攸关自己去留 只是总统防驳脚 不只攘外也得先安内 秘书长说的 正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党内提名制度 这次届满执政的基隆 新竹 屏东要办理初选外 六都的部分 直接由党主席征召提名 非直辖市已现任优先 其他征召在会中无人反对 一致同意 不过还是有人会后有怨言 但纯粹就是讲讲而已 因为就连先前最有意见的 政国会中常委陈茂松 在蔡主席的案内后 态度大转弯 看来不管选前吵多凶 最后还是会相忍为党 民进党这一次的全代会 他们的主轴就是定调 叫做万健执政台湾有力 当然里头有两个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2022的县市长提名 有一个特别的条例 现在已经确定了 还有就是中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顺便也要帮林静怡来造势 在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赖清德 他们都有出席 苏贞昌也在会场中 来进行政务报告 但是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 是立委林长佐 还有激进党的陈博维 他们不是民进党 但是也出席了 这要强调的是 不只是全党民进党 现在已经在动员了 包含是范绿的 都开始要来迎战四大公投 那在这一次的全代会当中 虽然说没有来进行党公职的改选 可是呢 这一次总统觉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关的是 年底公投以及2022的选战 所以呢据了解 他也是有亲自的呢 打电话希望说呢 他们可以务必的来出席 要强调四个不同意 以及呢希望可以扩大的沟通 那这我们就要带你来看到 是这一次呢 通过的特别条例当中 提名办法 其实之前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因为在这一次确定的是 会分为两块 一个是直辖市 一个是非直辖市 在非直辖市的部分 是现任优先为大原则 但是在直辖市的部分 总统他可以亲自的来征招 虽然说最后还是要通过终止会 但是总统其实还是左右的关键 那这个方法之前就引起了 政国会的中常委陈茂松 他非常不满 甚至是直接呢 对着媒体就开呛 秘书长林奇耀 当时呢大家还在讨论说啊 这会不会党内有可能 现在就开始要分裂了呢 不过到今天呢 其实陈茂松的态度 是转化了非常多 他说他最后会选择相信总统 那这样子这个条例 有没有可能会被批说啊 总统会不会太过独裁了呢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的是 政大政治系的教授 于振华老师 老师在线上吗 有可以听得到 老师想跟您请教 说这一次啊 虽然说陈茂松态度转化了 但是未来这有没有可能呢 还是埋下了分裂的隐忧呢 其实过去每次有办初选 特别是像直辖市的初选 我们都看到彼此竞争的 等于是竞争非常激烈 往往党内的初选 反而杀到刀刀剑骨 所以我们说 譬如说从政治学的理论来看 每次办这个初选 往往会有所谓的扣分论 你办了初选之后 反而造成党内的伤痕 到了大选的时候 没办法一致对外 没办法弥平这个伤痕 那过去其实就已经有很多这个案例 特别是针对民进党 别忘了这个2018年 他们在地方选举败选的时候 其实像高雄好了 高雄的时候 他们初选就办得非常激烈 有很多的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候选人 最后最后就大选的时候 反而还败给了这个韩国瑜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方式 等于是把整个选择低调化 其实虽然说最后是说中职会 然后由蔡英文拍板 可是他其中也有提到 这个整个临选的过程 其实包括协调 然后包括所谓的选对会 做各种样的协调 那协调希望能够达成共识 然后选出 然后再选出一个候选人 其实这样的做法 大家可以想象 在协调的过程当中 一定也会去参考所谓的民调 所以这次等于是把过去 所谓的民调初选 每次都要吵得沸沸扬扬 然后特定在哪一个 哪一个礼拜 哪一个时间去做民调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方式 把它低调化 所以我认为 终究还不会是 蔡英文说 谁就是谁 我觉得他等于是把这个 整个选择 避免把这个党内的竞争 把它台面化 等于是把这个党内的竞争 把它放到台面下而已 一部分在今天的拳代会当中 也有特别提到的是 公投这个主轴 那今天呢 这样子的大团结气势 对未来的公投会有什么样影响吗 其实这个公投 只要有公投 公投的目的是什么 公投的目的本来就是作为 这个所谓代议政治的救济 就如果立法 没有立到民众希望的法 然后可能就会有 包括反对党也好 或者是一些民众 他可能就会希望 透过公投的方式 来拓展他的这个政策诉求 所以说公投本来就是怎么样 就是定调本来就是对于 这个执政党的不信任案 所以说对于执政党而言 他其实防守 这是等于要防守四块 有四个不同的公投 对于反对党或反对势力而言 其实等于就是拿 一定会把这样子的一个 把这四个公投案定调为 是对于民进党的不信任案 所以说民进党 他务必要在这四个公投 他都希望能够都能够获胜 也就是他的不同意 也都通通都可以过关 因为万一同意只要过了一个 其实基本上也是对于 对于这个民进党原本执政路线的挑战 所以他一定会希望要动员 凝聚全党的全党能力 来反对这个四个公投 以现在的各个民调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公投的这四大公投案 虽然说我们现在看到好像有些 其实民进党的主张并没有领先 然后很大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包括像民进党的支持者 到底有没有真正那么凝聚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这四个公投案 民进党的支持者在支持 民进党的主张 也就是不同意 大概都是六成到七成而已 但实际上过去只要有选举 我们都会发现 民进党的支持者一向都是横挺他们的政党 只要他们的候选人 通常都会获得他们的支持者 八到九成的支持 所以换句话说 目前为止公投的民进党的主张 在党内其实还没有一个很强的 还没有把它整个凝聚起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 要透过这次全代会 要主打公投的重要性 然后透过公投的重要性 把它提升来凝聚党内的这些公司 插播最新的消息 台北东北部地区在晚间的9点05分 发生有感地震 预估震度是达到三级以上地区在宜兰 目前没有灾情传出 连线给记者张慧贤 好 主播观众马上再来关心 就在刚刚9点05分的时候 是发生了一起有感的地震 当时我们是先感受到 是先上下之后再左右摇晃 而这起地震 刚刚气象局也有了最新的报告 是出炉了 他说这次的镇央 是在宜兰县政府的东南方 24.6公里处 而是地震的位于 就在宜兰县的近海 而这地震的深度 是在66.7的公里 而这规模达到了5.3 而各地的最大镇度 其实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包含了宜兰县有三级 还有新北市的乌来 新一区 台北市的新一区 也有达到三级 台中市 桃园市也有到三级 另外像是花莲 和平 或是花莲市的花莲市等等 也有达到两级 新竹县 南投县 苗栗县 也有达到两级 另外就是云林县 云林县的斗六市 也有达到两级的地方 另外像是新北市 彰化 或是基隆 则是一级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 目前这个镇度 虽然说已经是停止了 不过后续还有没有余震 我们都得继续来做观察 而现在地震发生之后 其实北捷 包含了各个交通运输工具 也都在派员的检查轨道 包含北捷 现在正在检查中 而且是低速的行驶当中 不必要提醒民众 如果现在在搭乘北捷的话 或者说像是高铁等等 都得持续来做观察 而目前来说 高铁现在是地震 没有受到任何的列车运转的影响 因此是持续的在进行的 那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这一起地震 在刚刚9点05分发生的时候 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摇晃 也有很多人是说 这摇晃的程度 其实是虽然说没有像之前 那一次这么大 其实还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另外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包含了这个时间在9点05分 它的镇央就是东京的 121.94度的时候是发生的 另外我们带大家持续来看一下 这一次的地震深度 主要就是在宜蘭县的五塔三级 另外在宜蘭县的宜蘭市 也有三级 而刚刚其实我们也有接受到一些消息 另外包含现在的路上的警察局 消防局也都在持续的检查当中 目前都是没有传出灾情的 请民众放心 不过接下来的地震 还会不会持续以及有详细的任何资讯 其实接下来气象局也会进一步的来做更新 而现在我们也带大家来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地震的震度 其实最大震度是包含了震度三级 而新北市地区台北市也都达到三级 台中市也有达到三级这么多 另外接下来气象局也有说明 其实之后会再持续的来做观察 以上下最新建议我在电话旁边 好谢谢慧仙 接下来让您关注到政治的焦点 1218四大公投将要投票 不过根据公投法中 决案通过不可以变更施政有两年的期限 不过就怕行政部门可以以拖待变 包含国民党民众党时代力量都支持修法 希望强劝政府兑现公投结果 同意公投第四案 珍爱藻礁保台湾 珍爱藻礁保台湾 三个环团宣示守护藻礁的决心 希望透过公投案影响政策 只是这效果可能有限 从原能会对重启核四的态度 就能看出端倪 如果核四公投通过 原能会你们会去核准 核四重启的可能性 有多少 有40 这意思就是就算公投案过了 也可以不照做吗 因为公投法中规定 经创制复决的重大政策 行政机关两年内 不能变更决案内容施政 在业党就质疑 政府可以放着等到两年后 再处理以拖待变 认为2018年的七大公投就是如此 直指公投对政府的强制力还不够 现行的规定 有效期间只有两年 非常的短 未符合比例原则 必须修正为四年或者八年 而且要有强制性的效率 监察院也必须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行政怠惰 甚至是失职予以监察 那当然同时整个公投法 在整个落实执行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法制 也必须要有完善 虽然在业党想修法延长公投案有效年限 但执政党国会多数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 绿委也挺两年刚刚好 两年的设计是要政府适时才刹车 公投延长到四到八年 人民因为时空环境不同而改变心态 市政也可能更绑手绑脚 朝野公投宣讲跑的琴 法案战也悄悄酝酿 TVB的新闻花哨品李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好这次的公投其实也被视作是行政院长苏贞昌的隔魁保卫战 其实之前他就被问到说 像是朱立文就定调就是倒阁公投 那他到底如果四大公投都输的话 到底会不会下台呢 有亲疏派就认为这个问题是摆明了要拉下了苏贞昌 不过呢反对的人就认为说 这事呢他们不愿意承担成败 其实看看苏贞昌在每一场的宣讲呢 他都亲自的参加 他其实有些特色 包含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他会拿着撞球感 就被说啊他口条一流 因为他是律师出身 而且就算是白天在立法院被试 但是晚上宣讲他也同样毫无疲惫 还有呢他的演讲风格是因地制宜 有时候使用国语有时候使用台语 还有就是贴近群众演讲魅力非常高 以及呢这次他们也打出说 四个不同一票是要帮陈柏维来出气 就连反对他的人其实都私下透露 说人越多苏贞昌讲得越起劲 而且他的演讲可以说是深入浅出 效果确实是很不错 而且观察到他在好几场的演讲当中 因为现在都立委的选区 即便是反对他的英系或是政国会 他们之前都和苏贞昌有一些些的角力 可是呢这一次苏贞昌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 在宣讲的时候对立委们都是大夸特夸 那是不是因为这一次格魁的保卫战说 他看的特别的重呢 也要再请教老师 老师你怎么看说 接下来苏贞昌还会怎么样来出招 我的确也是把整个公投定调成为对于格魁的保卫战 因为刚刚提到公投本来就是待遇政治的救济 那现在其实全部都是民进党全面执政 而苏贞昌本来就是行政首长 所以说作为格魁保卫战 我觉得并没有言过歧视 那我们看到最近包括像柜台TVBS做的民调也显示 苏贞昌随着因为疫情慢慢趋缓 然后大家都有疫苗可以打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民调 其实有慢慢往上升的这个势头 虽然到目前为止不满意的还是高过满意的 但是至少他这种强势领导风格 再加上现在疫情稍微趋缓的情况之下 他的这个强势的领导风格更容易被凸显 所以我会觉得他还是会持续 他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用强势宣传的方式 然后对于其他民进党的派系 采用比较相对安抚 比较等于是对内谦卑 但对外其实是强势 我觉得他会持续维持这样的战略 在国民党举办的公投说明会当中 蓝营大咖是齐聚 所以要推出同一票场面 也做给中俄选区立委补选人颜宽衡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总统马英九 一级即将参加中俄立委补选的颜宽衡等蓝营大咖 陆续齐聚台中民宿公园举办公投说明会 要抢在12月18号投票日前催出同一票 不过邀请名单都是蓝营大咖 为何独缺台中在地市长卢秀燕 活动发起人蒋请成也亲自回应 最近有台中有一些相关的 像治安世界这些等等的 所以我支持他以市政为重 原来是市长卢秀燕 处理近期治安问题 忙于市政没时间参加 对于公投内容主席朱立伦炮口 对着民进党当局 当然蓝营的目标不使公投 紧追在后的还有中俄立委补选 也来势汹汹 蓝营大咖旗聚场面座给候选人 严宽恒 我们可以容许帮一个林静女 才会不断的通向我们第二选区 黑色才可以来玩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们为严宽恒加个友好吗 好 严宽恒加油 严宽恒加油 中俄选区补选从原本担任罢免志工 再到党中央推选出来补选 严宽恒都与党内同仁一起出面 似乎减少个人色彩和党一起打团体战 民众齐声喊加油 国民党请跑地方办收明会 喊话民进党不要抹黑 尊重民意 双方隔空炮火不断 结果如何只能在投票日到来减分下午 TPBS新闻宠弘意陈其军 两半页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中二选区的补选 严宽恒林静怡都各有优势 到底谁的机会比较高 老师你怎么看关键在于地方实力 还是中央的后援 坦白讲我觉得这的确会是一场五五婆之战 如果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选举是正常的选举 其实中二选区也不过就是73个单一选区里面的一个选区罢了 焦点其实并不会通通放来这个选区上 在那样子的选举情况之下 地方上面的动员其实是远比空战来的重要 但是这一次所有的焦点都在中二选区 他虽然是一个地方的选区 可是我们会看到媒体其实每天都会去报道 然后空战这个层面相对而言 重要性就增加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盐宽恒擅长地面上的战争 擅长这个地方地方上的经营 然后这个民进党林医师 其实比较擅长这个空战 比较擅长宣传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双方都确实都很强 但是方面都自身这块都很强 要赢得选举的重点 反而是如果盐宽恒能够在形象上 事实上他过去这两年一直是试图包装新的形象 在形象上在空战上 能够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林医师呢 他在地面战争上面 至少要让地方的乡亲知道说 他到时候他如果当选的话 他的这个服务还是会做得到 让民众不会 特别是地方的乡亲 不会认为他当选了之后就整天在台北 然后不会来做地方服务 要解除这样的疑虑 所以两边其实都需要做一些调整 而不是单纯只有陆战或打陆战 或打空战就可以赢得这场选战 不过总结来说 我相信这会是一场蛮接近的选举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场选举 那就是林长佐的罢免案 目前二阶的初审是没有通过的 不过还在补件当中 但是林长佐之前也接受TVBS的专访 他是问到说 有没有可能来角逐台北市长呢 他坦言确实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也有很多人劝敬他 不过现在面临到的是罢免危机 而且以后的振兴计划有太多要做 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如果现在罢免的二阶是没有通过的 那是不是就有这个可能呢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耐人寻味 因为被问到说 未来他会不会加入民进党 他说他在民进党本来就有一些合作 中俄的补选呢 他也会来做相挺 而且重要的工作呢 本来就应该要跨党派来做 不过他认为他还是会维持 无党籍的身份 因为认为这样子是比较合适的 不过现在林长佐今天呢 也出席了民进党的全代会 甚至是向党旗来致信 要请教老师 林长佐今天出席 他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加入民进党呢 还有今天有出席的台湾 基地党前立委陈柏维 这两个人未来和民进党的关系 会怎样来发展 好我会觉得今天的这个虽然是民进党的全代会 不过其实他们的秘书长的强调 他们是希望能够结合社会的中间力量 及友军 其实不管是林长佐也好 或者是陈柏维也好 他们其实都被定位为民进党的友军 如果说他们要成为民进党的一员 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民进党党内的层面 说实在他们都是有政治实力的候选人 事实上这个原本是候选人 然后都因为民进党的礼仗而党选 就他们其实是有实力的政治人物 如果他们加入民进党 第一个要考量是 会不会破坏民进党党内目前的排气平衡 这一定是有此消彼仗 所以在这个有可能会破坏民进党党内 派系平衡的情况之下 不见得会希望友军 友军加入来民进党 变成民进党的议员 反而会 反而让这个党内的纷争更多 那以现在来看 他们其实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都配合着民进党 所以与其加入民进党 还不如在担任友军的身份 可能还有更多发挥 所以对内有可能会破坏派系平衡 对外其实友军也有 他友军不管是武党也好 或者是激进党也好 他其实都有发展的空间 包括像如果林昌佐要选台北 其实事实上武党籍可能 对他而言还适合一些 因为在台北其实基本上还是蓝大于绿 批着绿营上阵不见得有占绝对的优势 但是再讲陈伯伟也好了 激进党可以完全主打台独的主张 可以当台独基本交易派都没有问题 反而凸显的绿营是 把整个民进党往中间 大家会意识到他 他其实相对而言还没那么多 反而往中间靠一些 所以不管是激进党的存在 或者是林昌佐以五党籍的身份 维持五党籍的身份 其实对于民进党 跟对于这两位候选人 到目前这样看起来 我觉得都还是力大于弊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我其实不认为说他们两位 会在短期之内加入民进党 我们非常感谢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于政华 全方位的精辟观点解析 谢谢于教授 好持续在带来关心的国际焦点 拜登与习近平将在台湾时间周二早上 举行视讯峰会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也提前在13号进行通话 而事后两国各自发出了新闻稿 态度非常的强硬 看得出来拜席还没有登场 就已经有烟宵位 拜席会下周二登场 还没见面 场边已有烟宵位 针对美方近日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错误言行 王毅表示 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北京证实外长王毅13日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 两人讨论美中视讯峰会的准备工作 但大陆外交部新闻稿近四成篇幅提及了台湾问题 而过了半天后 美方终于贴出新闻稿 美国国务院指出峰会提供了两位领导人 机会讨论如何负责任的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 同时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 更点名布林肯强调 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 具有长远利益 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在军事 外交经济方面施压台湾表达关切 但发新闻稿还不够 布林肯三小时后再发推特强调 有跟王毅谈关心台海稳定 那就我们的了解拜席会呢 是要来管控冲突 我们会紧密的继续跟美方各界 来做最好的一个合作 来确保台湾的安全能够被保障 强调与美方有紧密互动 与充分信任 我外交部第一时间发推特感谢美方关心台湾 只是布林肯与王毅的通话 难免让人想起粘出阿拉斯加峰会史的叫嚣 这个应该是双方最大旗舰的地方 那双方当然就把自己的立场先向对外交代之后呢 不管以后是对国内 甚至对全世界他们都可以继续说 他们并没有在这一次的 视讯会上面有所退步或者妥协 是不是在拜席会前 两国先趁着通话把丑话说在前头 让峰会台面上不必触碰敏感问题 至于台面下存有的分歧与后续影响 全球尤其台湾全程紧盯 DBS新闻 皇上普洪富华尼嘉惠 刘婷提议台湾报道 香港媒体报道了 习近平将在拜席视讯峰会提问台湾问题 不期待发表联合声明 而另外美中关系已经逐渐改善了吗 大陆高层透露了已经悄悄的恢复工作对谈 把时间交给政治记者李作恒 好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台湾时间11月16号的上午 举行了视讯的峰会 那这个视讯峰会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等于是拜登上任以来 第一次和习近平两个人来面对面的对谈 不过虽然是受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还是只能透过视讯的方式 但也是至少是两个人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讨论了 所以就被视作是有可能缓解两国关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接下来大陆将召开20大 而美国也要面临其中的选举 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啊 这个其实是两国来处理两国的关系一个非常适当的时候 不过预料这一次不会特别有些什么决议 但是会讨论到的是台海和平的问题 以及抵制冬奥的争议 那现在美中关系是不是真的逐渐在降温当中了呢 因为在之前美国副国务卿他也访问了天津 也悄悄的恢复了他们双方的工作级别的对谈 预料啊将会放宽学生的签证限制 其实呢大家都是释出了善意 不过还是有隐忧 因为大陆的核武能力在国际上 还是比较被担心的 这会不会影响到台海的和平 以及呢在国际上呢 随着冬奥的时间越来越靠近了 整个抵制的声浪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预料在这场峰会当中呢 双方不期待会达成一些特殊的协议 比较多的还是象征意义 谢作恒 澳洲国防部长在日前表示了 若华府采取行动捍卫台湾 他没有办法想象澳洲不加入美国的阵营 另一头来台访问的六位美国参众议员 离开台湾之后 前往了印度进行访问 更与印度总理莫迪合照 他们的身份也随之曝光 位于台湾西南公寓 超度2000公尺的中共机器 注意 空军紧急升空距离攻击 国防部证实 周六白天和夜间共军派出六架次战机 航系图显示入侵位置这么刚好 在我西南防护识别区的边角 被解读是否企图打消耗战 美丽对岸对台威胁 澳洲国防部长最新受访表示 若美国采取行动保卫台湾 无法想象澳洲不支持美国 澳洲的加油机曾帮美军陆战队F35B加油 美澳两国为盟友朋友自然得相挺 只是协方台湾就地理距离上可行吗 因为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作战的话 他也可以在这个区域中发挥对大陆 再利用印度洋到南产 这一段大陆的这个生命线 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位置 点名澳洲是环泰军业Rimpact的常客 美澳合作有多年训练与默契 而另一头11日晚间 结束访台的六位美国参众议员 搭着飞往杜拜的民航班机离台后 原来下一站转机去了印度 印度总理莫迪14日贴出照片 可以看到参议员柯宁率领其他三位参议员 以及两位众议员一起合照 共同点就是这六人确定都是共和党籍 那我想这显现美国国会议员访单的成员 他们非常关注印太地区里面的 整体的政治经济跟安全的形势 蔡政府至今因为对外证实这六位 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身份 可见相关考量与拿捏真不少 TVBS新闻洪福华刘婷婷特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